在俄罗斯有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游乐园 为了激发俄罗斯人的爱国情操 俄罗斯总统普廷为一个军事游乐园剪彩 免费开放给民众扶老西幼一起去玩耍 因为入侵乌克兰、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系日益紧绷 俄罗斯总统普廷表示 为了要激励国人爱国情操 当战争爆发时 全民可以上下一心抵御外务 因此决定从小开始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情操 游乐园里面没有云霄飞车 而是展出俄国军方最新的军事装备 包括装甲车、战车、导弹车 让孩子们在上面是爬上爬下